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迪英孙鹏18岁独子孙安佐设恐攻遭补 夫妻两级被美国救子并委任当地王牌律师凯勒 五金级律师麦克科提克重金委任两大王牌律师 显示夫妻两为了救援孙安佐不计代价 美国职业律师邱章在这段期间内公开发表不少专业意见 佐更指出孙安佐最有利的证据是中文 建议李英应该聘请精通中英文律师而不是赵王牌律师 邱章这番话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反算聘邱章就好了啊 甚至还有网友直接在脸书对邱章表示 讲再多孙家夫妇也不会聘你的 邱章随即亲自回应 我可不敢替恐怖分子辩护 从此被美国政府贴上标签 惹不起 躲得起 邱章表态不会为孙安佐辩护 但这段期间发表专业意见 是想趁机向台湾有心人进行美国法律教育 否则我很忙 没时间结心案子 网友得知他用心良苦 纷纷感谢其他的热心 狄英语儿子孙安佐翻设字脸书